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欢迎到了这一位 最近他 我觉得他人很不一样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今天穿了一个 红芝芝的颜色来 这样怎么回事呢 他是许舒豪 嗨大家好 我是阿尔许舒豪 嗨刀哥 好久不见了 见我就见我 干嘛还穿整身红芝芝了 我真的想说 带一些喜气给你了 你知道我最近很衰是不是 哎那么那么好啊你啊 真的吗真的吗 那希望能够帮你 真的带一些好运 哎说真的 最近这一段时间的 那个心境 真的有没有一些 微微的改变这样 心境 对啊 第一个有了新公司嘛 对不对 第二个这个 过去这一年身份也不一样了 对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人生又进阶了这件事情 对 而且也相信过去这一年 许舒豪应该没有睡好过吧 好累啊 好像录 录十个节目 十个都 你最近很累哦 可是 可是你小朋友的那个 睡眠时间 是已经固定了吗 还是说就真的会 会影响你 其实是固定的 就是晚上十点睡觉 早上七点给我叫醒 中间都不会有任何的哭闹之类的 呃 偶尔还是会啊 偶尔还是会 但很偶尔就对了 但有时候我根本没印象 对 因为你累昏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基本上对你的作息 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 应该说我以前自己做起就我如果今天晚上要忙 嗯 哦 就录东西 是是是是 可是我就 以前我可以 因为我 就是顺 顺 顺眼 那里面呢 心境有没有不太一样 这样 心境有 有耶 有耶 我觉得有 蛮多不一样的 例如 好像 呃 因为身份不一样了 然后 你好像在意的东西会变得更少 你说包括创作的点或者是你唱歌的线条是不是 呃 唱歌的 对唱歌的线条 唱歌的口气 嗯嗯嗯 而歌曲的风格 嗯嗯嗯 好像有没有 特别 想要 往怎么样塑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嗯嗯 就是 所以之前你的作品是有一些形形像的塑造 哦 都会有一些我想要过去的地方 哦 有一些 哦 那这张其实就回到最原始的样子吧 我觉得这张比较像我最一开始第一张我独立的 街头出來以后的那一张的感觉 诶物 可是像又不像耶 哦 诶 因为其实第一张 當那個時候你一出來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男生好R&B喔 然後你在近期就沒那麼R 沒那麼R 沒那麼show off 也不能說show off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年輕的時候就是會 就你自己有幾分的功力 你就很想全部都把它套進去 要讓大家知道說對我就是一個R&B男生 我都會唱靈魂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那個我的師父的文德老師 謝文老師他跟我說過 無招勝有招 年輕的時候跟我講過 你以後就會懂了 年輕的時候真的聽不進去 小時候 以後你就知道無招勝有招 其實你什麼東西都不去管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擔心人家看不到 意思就是這樣子 你大概是幾年前才開始慢慢的體悟這件事情 我大概 說 大概是這兩年吧 開竅好早喔 董開竅永遠都不嫌晚有沒有 可是說實在話 也是因為前期那些比較R&B的東西 也讓我們知道說許舒豪其實是一個 他其實自己本身有一個的人 那其實誰知道就是說 越來越近期的作品 你就會發現他慢慢的開始放鬆線條 然後不會有這麼多的音樂的拘束或框架 你就知道他其實反而是什麼都能做的人 包括民謠你也能做 搖滾你也能做 當然其實唱腔 時不時還是會沾染一些些靈魂的感覺 可是那就是你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唱歌是想 現在配唱這件事情是享受的是不是 蠻享受的 對 就是享受自己的那個 我覺得現在唱歌起來很3D 就是三圍 就是上下前後左右深淺這樣 這種感覺 就是你不會去特別拘束 你的口氣 是是是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 很3D 我試著用白話文解釋 你看對不對 就是說他現在比較能夠顧及全面 然後全方位360度 不管是這個聽覺的立體化也好啊 編曲的整體化也好啊 這些等等 分圍的營造等等的 我這樣說對嗎 對對對 是好 謝謝你 對就是對沒有錯 就是去看整個大局的樣子 有沒有覺得我好像鬥陶 就師父在那邊奇蹟的時候 謝謝謝謝謝謝 然後我幫他解說師父到底講什麼 這樣 這類似於啦 解籤啦 唱歌越來越有畫面的感覺 對不對 以前是比較 因為年紀輕嘛 就是會覺得說 有多少情緒 就從多少下去這樣 但現在反而 會留一些白 那那些白反而是 有更多不一樣聽覺的一些感受就對了 對對對 而且我這次的專輯其實 歌詞的部分 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應該說我這次的主題 比較像在說故事 故事性大於音樂的 刻意去想音樂這件事情 所以你真的有刻意過 一定有的啊 因為我是就是喜歡編曲的人嘛 所以其實一定會刻意去想說 我以為說這件事情你會生氣耶 不會不會不會 這一定要的 音樂人就是都這樣的啊 音樂人尖奏編編的不知道什麼 就是一定要就是 有什麼糟什麼東西 所以你現在回去聽你第一張 跟第二張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些地方的佈局太太莫名其妙 是不是 我覺得不同階段會去做的事情 哦 對我會蠻認同的 就是哦 很帥很帥很好 那個時候就是個才子啊 對啊 現在是才子加好爸爸了 謝謝 好啦好 所以說其實這一張呢 這個呃 故事性多了比較多一些些 他的態度也慢慢的出來 所以說這一張是一張 還蠻有人味的一張專輯 那麼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我們就要來為大家介紹是 許舒豪的這張最新專輯 專輯的名稱就叫做 最美的地方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這裡是I like radio中廣流行網 你所收聽的節目是 Mee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那麼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訪問到的是最近 終於推出新專輯的 許舒豪小朋友你好 嗨大家好 我是好友許舒豪小朋友 豆哥你好 其實這件事情呢 也不是我一個人在說而已 就連許舒豪自己都覺得說 他就算現在的身份不太一樣 他有些時候都還是很幼稚 甚至於帶一些中二的性格 沒有錯沒有錯 欸你們為什麼這些人當爸之後 就是當然其實有一點點成熟的感覺 可是可是為什麼那個中二 或是小屁孩的性格都還是 是你們刻意保留嗎 還是說其實你們是捨不得告別童年 這個我好好奇 我也沒有刻意欸 我就個性就是這樣子 真的假的 對就還蠻像我現在 基本上我先當爸帶小孩 就我有時候控制不了自己會 帶小孩做壞事這樣子 但是他現在還很小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養小孩的時候 就會刻意的 不讓小孩看到你 假如說按按鈕啊 搖空氣啊 或是現在我們把它圍在一個區域嘛 所以我會跟他說 你看爸爸是這樣跳出去的喔 跳給他看 你老婆怎麼受得了你啊 對他很受不了 但我忍不住啊 就是然後像那種玩具要收嘛 好好好 然後我用丟的這樣子 然後不小心被他看到了喔 然後他就開始學喔 壞示範的你 對然後受不了完蛋了 欸等一下 你是一個怎麼樣的爸爸 就是說現在因為你小朋友才一歲嘛對不對 然後你假設譬如說小朋友到了四五歲 甚至到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還是會用朋友的身份 跟你的小朋友相處是不是 我希望啦 當然這是希望 你會希望自己成熟一點嗎 老實說 不會 為什麼 我就沒有必要啊 沒有必要 是因為這個工作的關係嗎 沒有欸 我覺得就比較開心啊 對 就是也沒別的啊 就是他的個性就是如此 就是真的 太做辛苦了啊 在家裡還要處理這兩隻 也是不太好 欸所以黑臉都他在辦是不是啊 呃 就是說我們兩個一起爬櫃這樣 我跟小孩一起爬櫃這樣 哈哈哈 以後以後可能是這樣嗎 太好了 哈哈哈 是爸爸帶壞的 是是是我的錯 好的 雖然說呢他跟小朋友的相處模式是如此 可是你會發現 就是在過去許舒豪的歌曲當中 很少有像這次的專輯當中 有一些真的情感很細膩的 特別是在這張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那最後一首歌呢 其實也沒別的就是留給你的小朋友的對不對 嗯沒錯沒錯 對叫做 一毫米 一毫米 我差點說成小朋友才做選擇 他那麼小要怎麼選擇 哈哈哈 是一毫米對不對 一毫米 好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寫這首歌給 給你小朋友這樣的 而且你是用選 就明明你是個很頑皮的男生 然後你跟你小孩的相處也是很頑皮的 嗯 反正寫了一首很溫馨 然後深深期待的歌曲出現啊 對 怎麼會有這樣的落差 這首歌原本不在計畫內 不在這個專輯的計畫內 是我在做專輯的期間 就是有一次錄到他的笑聲 然後就 就那天的晚上 我就把詞曲全部寫出來 包含吉他都錄完了 哎呦 就是然後那天就當然是 像是沒有睡覺了 但那天晚上就靈感大爆發 對對對 而且是在他的身上有靈感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一定要留住啊 這個靈感是你可遇不可求的 難得來就把他抓住放進來 欸可是除了一般的情歌之外啦 嗯 你會不會很就是有點嚇到 自己原來能夠寫這麼的 心情這麼溫暖的一首歌曲 暖度很高耶 有一點害羞 但是 其實是齁對不對 對有點別扭 但是還是就寫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那是我的想想講的話 嗯 就反正都都這個歲數了 有什麼好在意的 哈哈哈哈 臉皮開始變厚了 可是對啊 我覺得創作人就是臉皮開始變厚 才是享受的開始啊 臉皮幹嘛那麼薄 臉皮薄能夠當飯吃嗎 對不對 你就不如做自己吧 類似於這種感覺 對不對 所以說一開始這首歌的設定 本來編曲就不會這麼複雜對不對 對沒錯 哦 就是有點像搖籃曲的感覺 對對對 想不到吧 許舒豪也能唱這種很溫暖的搖籃曲風格的音樂啊 好 那這個階段呢我們聊到了這一首歌曲 就是在許舒豪的這張新專輯裡面 最後的一首歌叫做一毫米 那各位網友呢 可以到各大的數位串流平台 去搜尋許舒豪一毫米 你就可以聽到這一首歌曲了 好 那麼我們準備要進入第三段的訪問 當了好爸爸的許舒豪最近有了新專輯 你在最近有一些活動對不對 對對對我最近會跑我的個人的小型的演唱會巡迴 在成品的北中南都有 那台北已經過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後天的5月20號 嗯 在中有 台中中有成品 是是是 對然後再下一次是6月10號在高雄的圓柏成品 哦 都會有一個小型很近距離的阿庫斯油演出這樣 果然氣都不一樣了 都到我們都到成品去了 哦 就是那種有點文青 有點文青 有點質感的 才可以到你們去唱 有沒有 哇 真的是 感覺果然是不一樣啊對不對 啊你說 你說後天怎麼樣 哦 後天表演 後天就要台中 後天在台中 然後6月幾號6月幾號 6月10號會在高雄 哦 OK 都在成品啊 來了來了可以邊看書邊聽表演 哈哈哈哈 欸也不錯齁 感覺文化氣質提升了不少這樣 對對對 結果當天都唱一些Rock 哈哈哈哈 你屁啊 曲目讓大家出乎意料 沒有啦沒有啦 你這樣專輯也沒什麼搖滾的東西在啊 沒有沒有啦 你硬要說的話頂多只有一首輕微的搖滾對不對 叫做幾千萬秒鐘 哦 一點點 那個算是只有電吉他在裡面的元素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所以說你這張反而做的比較清淡一些齁 對 所以當初一開始的設定就是要做的比較清淡嗎 對這張其實走的比較溫暖 嗯 整體比較溫暖一點 欸是因為 是因為最近這一段時間大環境的關係嗎 還是說其實你自己的身份有改變 所以說自然而然 這個時候的想法就是這一些了 這個時候想法確實是這樣子 嗯 然後對 然後這段時間 因為中間也發生很多事情 你自己嗎 還是大環境 呃大環境也是 然後我自己也是 大環境當然就是 因為疫情嘛 對對對 然後很多事情不能做 然後你就想很多 然後包包含我這個歲數啊 我的上一輩 呃有些親朋好友的 呃 真的好朋友親人已經離開什麼 就你會發現 哇離開這件事情離我越來越近 嗯 比起小時候 你就是啊小時候可能都是 上一輩的上一輩 或是有一些不熟識的人 對 所以你就沒有那麼有感覺 然後到到最近 哇身邊已經有一些認識 嗯嗯 甚至還算不算老的 嗯嗯 對有一些事情離開 你就會覺得哇 你已經開始要很殘忍的去面對 生離死別這件事情了 沒錯沒錯 真的沒辦法 欸我想請教你 就是如果你自己把自己定義成 你還算得上是一個挺幼稚的男孩的話呀 那面對生離死別這件事情 或是面對一些很殘忍的事情 他就硬生生的老天爺就是要你面對這樣 嗯 你會不會覺得其實這個事情壓在你身上 其實蠻殘忍或是蠻重的 你不太你其實不太想去面對 還是說其實面對好吧就來吧 我換個心態然後我轉個念我接受他 雖然說中間有一些不捨這樣子 嗯 比較像前者比較像後者 我應該比較像後者 對 雖然無奈但還是願意接受就對了 嗯對 所以這些東西反而在最近這段時間 變成你強而有力的創作靈感 沒錯就很深啊 嗯 打得很深 嗯因為這些東西其實不是你以前會創作的東西 對對對以前那些比較幽默有趣的東西 那比較像你自己的原始性格對不對 怎麼辦老天爺就是要你長大呀 對啊不要再幼稚下去你乖 好 沒有的是我真的當初聽到一些歌曲有嚇一跳 第一個就是剛才聽到那一首一毫米對不對 嗯 其實在這一張專輯裡面還有一些歌曲是真的 有一點點生離死別feel的齁 其實呃這些東西對於許說法來說 當初製作的過程也比較難一些些 嗯 你說的是哪一首歌曲 呃帶著你的笑容 哦為什麼 對他其實是我專輯倒數第二首歌 嗯嗯嗯嗯 對他是我一個養了12年的狗狗 他就離開了 嗯 所以應該也是我 因為從從小養啊大學 嗯嗯嗯 大學就在養了 所以他等於說是 欸身邊的一個 他等於是親人的啦 對啊他就是親人啦 可是他離開這種感覺 對我來講這個impact很大 嗯嗯 對沒有想過啦 對小時候因為我確實是個蠻樂觀的人 嗯嗯 我不會太去設想說如果哪一天他怎麼了 所以就是沒有想過 嗯嗯嗯嗯 所以他是突然間腦癌 嗯嗯嗯 然後離開一個月的時間來不及準備啊 對開始走路會繞圈圈 開始一個眼睛看不見 開始 會摔倒 對會摔倒 右半邊的腳是沒力的 嗯嗯嗯 對然後還帶來去看針灸什麼發生什麼事 是骨刺嗎 嗯嗯 後來才發現啊原來是 因為壓迫到他的 他的他的腦在左腦 嗯嗯嗯嗯 所以他的右半邊不能動 是是是 對我那時候還沒有這個邏輯 是醫生猜扯了 然後我們去去照 嗯 才發現哇那個 已經很嚴重了 那已經幾乎來不及了 對對對 他他離開的時候幾歲啊 十二 其實不算老狗啊 年紀不大啊 年紀不大啊 不算很老的狗 對 哦 對啊很突然 所以我這首歌算是 你唱這首歌的時候有哭嗎 沒辦法唱啊 這首應該就是我專輯裡面卡關 算最久了吧 其實我寫了很久欸 那剛才跳過不要唱算啦 我中間就是唱完了以後 我有一陣子就沒理這首歌了 所以這首歌其實躺在我的電腦 應該也有兩兩三年 那後來會決定要收在專輯裡面的 其實中間我有讓自己可能過了一年後 嗯嗯嗯嗯 可能在去年的時候覺得 欸情緒比較平穩了 再去面對這首歌 對 因為原本的唱的那個方式已經 已經不太對了 嗯嗯嗯嗯嗯 對對對 因為已經影響到 我覺得有些歌手是 你可以給他一個很濃的情緒 然後他唱出來就是那個情緒 然後有些歌手是 不受控 對 情緒太濃的話反而會唱不好 對對對 我是屬於這種的 所以就是演唱會也很怕情緒起來 對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在去年就差不多比較平靜的時候 嗯嗯好 然後我一樣是想他 但是我就是跟歌詞一樣是帶著祝福的方式去唱 欸所以你以後如果假設演唱會 你會把這首歌選進去嗎 這首對你意義這麼特殊 我真的會考慮欸 哈哈哈哈 你還是要去面對啦 真的真的是考慮 我覺得其實好像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悲傷的情緒沒那麼重 嗯好像時間會有一個自然的過濾機制 在你腦海當中的它全部都是好的 對 對不對 對但我有想過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在做這首歌的那個時間點 嗯嗯 是最難過的時間點 嗯 所以當我回去唱的時候 我一定畫面跑回那個時間點 哦 我會跳回去 所以我不確定我能不能真的沉澱下來hold住 你就哭啊 哈哈 你怕什麼 對對對 就是今天演唱會 在此告一個段落 哈哈哈哈 我們下一場台南見 哈哈哈 高雄 欸 所以你對這件事情還是蠻給你嗎 對不對 會會 就是在大家面前流露流露出一些真情 你還是覺得很矮面 呃 因為這 完全不是網路 完全不是那樣露宿的 哈哈 突然這樣好怪 哈哈 突然在突然那個一個大男生在大家面前哭 會覺得說很不好意思 對 怪 但是事實上他其實也是個心思細膩的人啦 沒錯沒錯 好不好 最 好啦用他最舒服的方式去面對 他覺得說該唱就該唱 嗯 如果真的害怕的話 就到時候再說 嗯對不對 好啦這個過去這段時間其實真的也發生很多事情 但是也因為這些事情的累積 所以說造成了他這一張專輯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這個比較抒情面向的故事 或許是在過去的呃 許淑浩當中沒有的一些表現 可是我真的覺得看到許淑浩另外一個深情而細膩的一面 真是難得啊 哈哈哈 謝謝董哥 我真的聽你專輯聽那麼久以來 我完全沒有料到 你這張專輯會走這個路線 我本來以為是你換了一家行動家 然後好像就是刻意稍微這個路線有點改變 沒有 它是真實發生在你身上的一些故事 嗯走回內心的感覺 哦原來你是一個療癒系歌手 療癒系 想不到吧 這輩子也可以療癒別人啊 不賴不賴 好的 其實是很值得推薦的一張專輯 然後許淑浩在這張專輯當中 其實以技巧面來說 並沒有像以前這麼的炫技 可是並不代表說他不深情 他其實還是有很多很有肉的東西在這張專輯裡面 恭喜你這張專輯做了非常成功 謝謝你啊 謝謝 好的那大家過兩天啊 這個 5月20對不對 5月20 5月20記得到台中 幫他加加油打打氣 然後再過來是6月 6月10號 6月10號會在高雄 對不對 好詳細的情形呢 大家如果剛才完全都沒有聽到 我們在講哪些場次的話沒有關係 他有在經營他的社群平台 對可以到我的Facebook直接看那個後面的砍板 一個Banner 上面直接有北中南的那個場次 對或是到IG也有 或是到Youtube的Banner也是 是是是是 OK好 對他有YT頻道 大家記得去幫他那個訂閱一下 沒錯沒錯謝謝 然後以及這張專輯呢 其實他是有推出實體的版本 那實體呢 就一拿到感覺就好像一張畫 一個藝術品一樣 對對對 然後整張專輯的質感都 真的很不同以前的許書豪 就讓我突然覺得說 哇他是一個好深情的男生啊 謝謝你帶來這張專輯 謝謝 好的這張專輯 專輯的名稱就叫做 最美的地方 謝謝許書豪 謝謝豆哥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